108万的仰望U8的钱还没攒够 168万的U9就出来了 那辆能跳舞的仰望U9正式发布 作为比亚迪的首款超跑车型 已知道U9的数据有多恐怖吗 最大马力1306匹 峰值扭矩达到了1680牛米 0百加速2秒俱乐部 池车更是跑出了309公里每小时的急速 这也是为什么仰望U9全身上下都是空气套件 尤其是这个大尾翼能提供足够的下压力 保证仰望U9的急速的状态 想牢牢的贴在地面上 当然这些对于一辆超跑车型来说 这些都是必备的基础 不过有意思的是仰望U9的云迪的系列 这玩意儿能让车辆原地起到多少是有的东西 这也意味着仰望U9有着非常好的车身结构控制系 真正意义上能做到有操控的技术的超跑车型 而不是四个轮子两个电机大力出奇迹的组装车 为什么 比亚迪最高时速比特斯拉慢那么多 比亚迪最高时速一般只有180马 而特斯拉足足有260马以上 Model S甚至可以超过400马 实际上 要说电池的性能最主要的还得是三电系统 特斯拉使用的是七千余节小电池 这样的布局能让每一个小电池都放电 所以说特斯拉的工作电流比较大 传导给电机的能量就越多 再加上特斯拉使用的电机转速快 性能版配备的是双电机 所以时速快自然是不在话下 不过特斯拉电机虽然转速快 但也是我们国内供应商的电机 其次特斯拉主要针对全球市场研发电动车 它执行的是海外标准 所以它更多的是考虑怎么设计 把整台车的性能压榨出来 但是比亚迪执行的是国标 国标中最高经济车速 标准也是180马 更多基于成本上的考量 实际上并不是比亚迪研发不出来最高转速的电机 当然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在BMS核心管理系统上 特斯拉有更多的成绩 这也是为什么 它能够在价格不算高的电动车基础上 敢把急速做到268以上 比亚迪超越不了特斯拉的核心原因 就是因为国人崇洋媚外太严重了 一个车企造车质量品控制 物件靠采购 自己只掌握了软件技术 造的车又比竞争对手价格高出一截 这样的车企如果是国内的 谁会去买 早被当成效 可这个车企是美国的特斯拉 然后就被各种吹捧了 差不多的模式 就差个自己工厂的未来 却没人吹捧 对于国产品牌 只要有一样核心技术没有 就会被喷成一文不值 忍受各种与伦压力 价格也必须低 个人就是心扉 比亚迪有全套造车技术 有生产线 有工厂 三电这样的核心技术 在行业是数一数二的 车还卖的便宜 可是网络上 媒体上就是没人吹捧 因为它是国产 特斯拉要有比亚迪的技术 制造实力 那些无脑吹的 不能上天了呀 但对比亚迪来说 没必要成为特斯拉 因为特斯拉这样的企业 不是为了中国广大老百姓存在的 不是服务于广大人民权于众的 不是为人有幸福的 比亚迪不会成为特斯拉 而他们也不想成为特斯拉 新能源车的缺点 在今年真实展现的淋漓尽致 前有湖北高速暴雪堵车 导致新能源汽车堵到煤电 后有服务区充电桩排队充电 车主欲哭无泪 现在在海南离岛还被轮渡嫌弃 开车上船一票难求 上千台新能源车主被困海南 原因就是担心新能源汽车在船上着火 曾经有一艘从德国运往美国的大型货路 因为一辆新能源汽车电池起火 导致船上毛斯莱斯 塔拉利等4000多辆豪车全部齐 可谓是因为一颗老鼠屎 彻底毁了一锅粥 仰望U8还没有买到 仰望U9都已经来了 兵杰在路上也可以轻松完成原地掉头 而比亚迪为了给仰望U9造势 直接在国内几大一线城市都安排了实车 进行各种表演 而在性能方面 U9也是国内目前量产电车里面加速最快的 百公里加速不到两秒 急速可以开到300公里每小时 这个表现也是十分的强悍 目前官方透露该车共有两款车型 一种是带有超大尾一的赛道版 还有一种是没有尾一的普通版 虽然售价还没有公布 但是按照这个配置价格肯定不会低 所以想要买的小伙伴 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穿起他在小时候 穿起它 在墙里面更加速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来的跑了 毕罗 售价168万起 压迪纯电超跑仰望悠久 终于是正式发布了 先看外观 犀利的前脸 动感的车身 再加上这个夸张的大尾翼 颜值气场完全不输牛马轮 当然不仅仅是个样子货 它的动力系统也是相当炸裂的 据了解仰望悠久采用四电机独立驱动 最大马力1300匹 零百加速仅去2.3秒 零到400米加速成绩为9.78秒 最高急速309公里每小时 可以说除了急速不如那些顶级超跑 其他方面都是完全碾压 而这辆车最大的亮点就是它一系列的黑科技了 不仅能像仰望悠八一样原地掉头 而且还搭载了比亚迪的云点X系统 这套系统有多牛呢 原地起跳都没问题 真的你没看错 要知道这辆车可是重达2.6吨 更夸张的是 即使爆胎少一个车轮 也能正常行驶三个月 不得不说比亚迪是真的有点东西的 从总统地搜索看 目前仰望悠久已经全国陆续到店 感兴趣的兄弟可以去线下体验体验 特斯拉全部依赖外部采购拼装 除了自动驾驶技术之外 是目前车骑离产业链最长的典型代表 但资本市场给出的答案是 特斯拉市值可以买7个比亚迪 其实同苹果一样 这两家美国公司根本不care 汽车制造或手机制造 产生那点硬件利润差 苹果玩的是生态 利用APP生态对硬件大幅溢价 这样任何东西只要加上苹果的logo 就会价值大增 那特斯拉赚的是什么钱呢 马斯克清晨 未来商用机器人前景将远超汽车带来的收益 我们知道 马斯克拥有造火箭的SpaceX 脑机接口Neuralink 人工智能OpenAI 等9家高科技公司 汽车可以说是科技含量最低的一个 特斯拉去年推出了人型机器人擒天柱 以5个月进化300%的速度吸引着关注 而驱动擒天柱的核心 来自特斯拉全世界算法自动驾驶能力 为一辆特斯拉车主 即使不开通辅助驾驶包 也一直在开车过程中 瞪着特斯拉如何开车 如何避免障碍 应急反应等 所以你还认为特斯拉去年疯狂降价 特斯拉寻找帮助自动驾驶训练的中国员工们 现在成员舱是没人的 可以自动的控制精准的角度 仰望的4DM机控制 原机掉头不是傻转 是可以精准的控制到每一个角度 甚至在没人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 是可以自动驾驶能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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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